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令人诟病 也最令人想不通的就是 下雨的夜冷酷的铁这句台词到底是个啥意思 我看到了一个下雨的夜冷酷 我今天走上马路的那一扇呢 上高海中反而出现很多次的画面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它是一种超过现实 跟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关系 就是那种幸福的瞬间 你抱我的那一刻 我觉得你那个瞬间可别近 下雨的夜冷酷的铁 还有飘散在空中的发丝 一缕缕的 你俩好像傻懒的 这俩的对话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特别是张翰的台词 完全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毫无逻辑 下雨的夜又冒出个铁 还是冷酷的 接着又是飘散在空中的发丝 还一缕一缕的 张翰这种后现代诗人的气质 简直和假浅浅有一拼 但假浅浅诸如 你尿了一条线 我尿了一个坑这样的描写 好歹它还是有生活 并符合逻辑的 然而张翰所谓十年磨一剑的剧本 却竟整些火星人才能听懂的台词 属实说不过去 更重要的是 这句台词把很多人都绕进去了 包括我 我接连几天 茶不思饭不想 就在琢磨 下雨的夜冷酷的铁 到底是个啥意思 人都快磨争了 所以 想不通的时候 就特别恨张翰 就想让这小子出来解释一下 不出来解释 我就去找他领导 把这事说清楚 正当我对下雨的夜冷酷的铁 百思不得其解释 09年张翰出演的那部 《一起来看流星雨》 似乎让我找到了答案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剧中张翰饰演的慕容云海和楚雨前 与中分手的桥段 场景中下着大雨 慕容云海对着铁门内的楚雨前声嘶力竭地咆哮着 最后楚雨前冲出铁门和慕容云海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下雨的夜冷酷的铁门 铁门代表现实的冷酷 把两人隔绝在了两个世界 女主飘散在空中的发丝 一缕一缕的 至此 09年流星雨的桥段和张翰新剧的台词全对上了 在找到答案之后 我顿时觉得张翰一点也不油腻了 同时也没有了继续吐槽他的想法 因为我能看出他是个重感情的人 是啊 谁又没有过初恋 谁的内心还没有一块属于自己最柔软的地方呢 张翰拍了不烂剧 承受了全网的嘲讽 只为了证明对那个人的思念 张翰颠倒了整个世界 只为了摆正他的道意 输了他 赢了世界又如何 你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这么多年 我心里一直还有那个人